新任駐日代表李易陽在今天抵達日本 日本臺灣交流協會理事長古齊泰明 還有日華墾談會的多名參眾議員 也都來到機場表達歡迎 李易陽更是直接在機場大授日文 也強調上任之後的第一個任務 就是要跟日本一塊努力 來維持區域的和平穩定 新任駐日代表李易陽抵達機場後 馬上秀日文顯然是有備而來 陳揭總統指令接下來要讓台日關係更加緊密 現場多名日方官員包括日台交流協會理事長 宮崎泰明還有許多日華墾談會的參 眾議員們都親自到場接機 李易陽也由衷向日方表達感謝 現在自民黨總裁選舉這忙碌中 立憲民主黨也有黨代表的選舉 他們親自到這個機門來接機 個人非常感謝 喬基代表東京媽祖廟董事長詹德勳 也率領30多名在日台橋列隊歡迎 李易陽透露接下來的外交任務 要與共享民主價值的國家團結在一起 個人來日本之後啊 大家一起努力 來讓我們的區域維持安全穩定和平 從階級熱度就足以見得外界對新任駐日代表充滿期待 李易陽成功接棒展現對國際事務的專業 未來也要讓台日關係能夠更加緊密 記者宣誓方桑母城劉淳為日本採訪報導 是